來看一下210這一題 210的話其實他這邊也有題目 那難易度的話是算中的 OK 那這個貿易公司的業務經理 交辦新來的業務人員 他要計算2013年 以美金報價的交易資料 但離職卻發現有許多的錯誤 所以要修正 所以除了要修正 修正的話這邊 主要希望我們用取代的方法 OK 取代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把哪一個取代成另外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他希望快速刪除不需要多餘的資料 比如說裡面有很多的那個空白列 或者是說他那個列有什麼樣的 有什麼關鍵字 那我找到之後呢 我怎麼樣快速的可以把那些不要的資料 快速的刪掉 OK 那這個地方 然後呢 刪掉之後再以那個匯率計算 美金報價的交易資料 OK 大概的一個需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分別來看一下 這個直接來看3 這個存檔都一樣 這個存檔都一樣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根據題目要求 他這邊總共第一題的話 總共有1到F 那就只有1題而已 然後他總共有6個小題 那我們分別來看一下 那第一個小題的話呢 就是針對那個product這一個工作表 所以我們把它先打開來 所以剛剛這一題先把它關起來 然後呢 我們一樣 開啟那個210這一題 然後 然後打開 然後啟用編輯 接下來的話呢 他要針對的第一個題目 是希望我們怎麼樣 這個regio欄位 B欄 實際上B欄部分的話 將那個欄位內的USA 改成AUS OK 所以打開來之後 B欄在這裡 把看得到的USA 改成AUS AUS不是澳幣嗎 USA不是美元嗎 是不是 OK 那所以呢 要怎麼樣快速的 把這個USA變成AUS呢 當然不是用這樣的人工 所以 最簡單的方法 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直接找到什麼 常用裡面的這個叫尋找與取代 那找到取代 OK 那我是建議啦 像取代還蠻常用到的 尋找也蠻常用到的 所以我建議這前面都有快速鍵 Ctrl F就尋找 Ctrl H就是取代 那這個因為蠻常用到的 所以我習慣都是直接按快速鍵 OK 但是如果你假設你沒那麼熟悉也沒關係 你至少要知道常用的最右邊 有那個尋找與取代 你就把它點擊就可以了 不過其實尋找跟取代 只是切過來切過去而已 所以如果假設你寄一個也OK 比如你寄不了Ctrl H 你Ctrl F也可以啊 Ctrl F再切到取代不就OK了 也OK啦 反正用的順手就可以 我自己比較習慣是Ctrl H 這個我都把它記下來 像常用的那個快速鍵 一定都把它記下來 好處就是你不需要特別去找功能 接下來的話第一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USA 所以你就把那個USA 輸入到尋找目標 然後呢要取代成AUS OK 然後按一下全部取代就好 因為它並沒有提到說 只要取代哪一欄 或者是只能取代 反正 他有提到 B欄的部分 所以理論上這個其他資料 還好應該都沒有 那不過如果假設 他這個有特別的 比如說他可能B欄以外也有USA 你不想取代的話 那你可能只能夠搜尋範圍 可能要把它指定一下 不過他好像這邊沒有特別的地方 可以說只能夠找那個範圍 他變成說要從頭幫你全部取代 以這一題來看 我們按下全部取代就好了 OK 我說假如你們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把選項打開 把它全部取代 那你會發現 得到如果是57個是正確的 我看看確定 好 那他會把所有的USA 取代成AUS 第一步完成 這應該比較簡單 第二步的話呢 他要刪除除存格內 所有的空白資源 那空白就 剛剛我們講過 空白還有分全形辦 這裡應該指的是半形的 所以如果要取代的話 那很簡單 一樣 把空白的部分找到 那我們一樣 游標一起放A欄好了 那取代的部分的話 找到那個尋找與取代 那怎麼取代空白 很簡單 上面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按個空白鍵 特別注意喔 這個空白鍵一定要有 然後底下的話 取代成什麼呢 取代成沒有 那沒有的話記得就是 不要輸入任何東西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是把空白取代成沒有東西 那意思就是說 本來這裡面本來有空白的 你可以看到 空白這邊應該 它應該是要取代 因為有時候空白比較不好 不好辨識啦 有沒有 這邊有空白 這邊有一堆空白 有沒有 這邊也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堆空白 當然啦 如果你要看到空白的話 在以色列裡面 不像握的裡面 握的裡面是有那個什麼 可以把那個打開來 你可以看到空白的位置 這邊沒有辦法 所以理論底下應該會有一大堆空白 我們要足以取代 那如果你用人工的方式來取代 當然很浪費時間 所以它希望怎麼 Ctrl H 然後呢 就記得尋找目標呢 就輸入一個空白鍵 然後取代成什麼呢 這邊不要輸入 按全部取代就可以了 好 那理論上 它會把 總共的話呢 會完成取代 有1443個的取代動作 OK 按確定 看一下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要選這一欄 然後按一下那個Ctrl H 或者是選擇這邊取代 然後把 這一個 輸入之後 按全部取代 那11350 目前應該我剛剛已經把它取代 那裡面的空白呢 就會被全部取代掉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完成取代之後的話 比較 最麻煩的就是那個 刪除所有那個什麼 Total 然後 自串的 所有列 在哪裡 你會發現 這邊有Total 這邊也有Total 這邊也有Total 所以它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要把這一列 跟這一列刪掉 那如果你 假設Total有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列 那以前你的做法怎麼做呢 當然不要跟我講說 你按Ctrl鍵 然後這樣子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列 那如果底下 假設有幾萬筆資料的話 哇 那你怎麼辦 一直選一直選 那如果不小心 剛好有人打斷你 你按到 怎麼辦 又要重來了 所以記得喔 如果假如你要刪除 它固定有一個關鍵 這叫Total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用一個功能 就是尋找的功能 我覺得Esser裡面 那個尋找功能 滿好用的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啦 一樣就是在 這邊有一個叫尋找功能 尋找的話呢 你要找什麼目標呢 你剛剛講說 我要找Total 所以我剛剛已經把Total 這個先複製起來 然後直接貼到這裡 因為剛剛我有輸入那個空白 所以你先把空白拿掉 然後把Total貼上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呢 去讓它全部尋找一下 那全部尋找以前 在World裡面 他會先找第一個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 可是啊 在Esser裡面的尋找 他會列清單 他會幫你把 找到的那個 所有的列在哪 第幾列喔 他會列到下面 所以全部尋找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清單就列在這裡了 然後他會告訴你 什麼樣的訊息呢 就是說呢 你的 我要找到Total喔 第一個是在哪邊找到 在C3那個儲存格找到 第二個在C5那個儲存格 所以你會發現 就這麼多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呢 我希望把這些找到的儲存 可是問題來了 儲存格不代表是整列嘛 所以如果你要把齁 儲存格所在的那一整列 齁 全部刪掉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第一步喔 這個蠻好用的齁 第一步的話 請你一樣 游標先放在第一個嘛 然後捲到最下面 按SHIP鍵 選到最下面這一個 SHIP鍵按住 點最下面 那他會有什麼效果出現呢 你會發現喔 你按SHIP鍵 點最後一個之後喔 他其實背後的 只要是Total 有的那個儲存格 就會被我們全部給選到了 那選到完之後 你想說 那我要怎麼把資料刪掉喔 你想說 是按右鍵 其實沒有 那你說按Delete Delete會怎麼樣呢 其實Delete就是把 背後的資料刪掉而已 有沒有 我按一下Delete 看看 欸 Delete料 但問題列還在啊 所以喔 記得喔 如果你要把那個列整個刪掉 我把它關閉一下 結果把它刪 它只是刪掉結果而已喔 那有一個方法喔 就是 Ctrl H 全部尋找嘛 找到之後呢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就是 把這個選起來之後呢 就直接先把它關閉 關閉完之後呢 如果你要刪掉它一整列的話 請你找到喔 上方有個刪除啦 就是常用裡面喔 從 右邊算過來的 這邊 大概是 這是第五個按鈕吧 那你找到刪除的時候喔 記得刪除哪一個 因為我要刪除是整列對不對 所以你就選擇什麼 刪除工作表列 它就知道說呢 你所在這個儲存格的這一整列 我就通通把它刪掉了 如果可以的話 那應該快很多喔 有沒有 試一下 刪除工作表列 有沒有發現 所在的列整個不見了 然後你在往上拉 有沒有發現 Total 剛剛所有的那個 資料呢 就全部不見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動作 不過關鍵的地方喔 其實選取就用Find 然後刪除的話 一定記得 一定要用刪除工作表列 OK 這樣就刪完了 其實還蠻快的 這個功能喔 還蠻實用的啦 因為我記得蠻多地方都可以 假設你要刪掉 你固定的什麼 關鍵字名稱的話 你只要把它找到之後喔 OK 我要先控制一下 記得喔 尋找 有沒有用尋找 找到之後 它列表 那列表之後 就把 你要的那些 選起來 選起來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按Shift鍵 有沒有 那要刪除的話 選完之後 記得把這個尋找 關閉了 因為它就不需要了 那要把這一整列刪掉的話 有沒有 只要找到 在常用裡面 有個刪除 只能從這邊刪喔 你不能說你按 按Delete啦 或者其他不行 然後就刪除 整列就可以了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剛剛 游標所在的 那個儲存格的 橫向列 就會 整個 被刪除了 OK 這樣的話很快 就有Total的資料 就全部不見了 Ctrl向下 剩下 151列 扣掉 藍色名稱就是 150列 所以這邊的話呢 完成 題目要的 所以刪除 那個 含有Total 自串的所有列 所以 1-A OK了 那接下來 待會 1-B的部分 要設定什麼 這個 範圍名稱 然後 它這邊有提到說 選取 A1到 G151的範圍 然後呢 它的範圍名稱 其實是藍位名稱 所以 以前我們定義名稱 還記得吧 我們定義名稱 是選範圍之後 給名稱 在名稱方塊裡面 可是問題 這邊有 總共A到G藍 總共有7個藍位 那如果用之前那個方法 要做7次 那假如說你不想要 浪費時間的話 其實有一個更快的方法 什麼方法 第一個 請你把你要 定義名稱的範圍選起來 那我優標先放在A1 Ctrl-Shift-向-6 Ctrl-Shift-向-下 好 有沒有 選到151 最後得到的 這個範圍 然後呢 先選範圍之後 因為呢 我要產生7個名稱 最快的方法 直接切到公式 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功能 可能要找一下 在這個什麼呢 名稱管理員的右邊 第三個 從選舉範圍建立 那這個顧名思義 他這個 從選舉範圍建立的意思是說 他建立的範圍跟名稱 都在一個範圍之內 那在哪裡呢 下面有一個選項讓你選 那請問一下你的那個範圍的名稱在哪個地方 他有四個選項 那我的名稱是在最頂端嘛 所以這邊有個叫頂端列 所以記得頂端列打勾就好 其他不要打勾 那他就會幫我怎麼樣 建立七個名稱 哪七個名稱 第一個名稱是這一個 那他指的範圍就下面的這個範圍 第二個名稱就這一個 他指的就下面這個範圍 好 意思類推了 所以總共有七個嘛 A到區欄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 這樣就完成了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建立成功 好像之前我跟各位講過 一個方法是直接名稱方塊點一下 有沒有 點一下之後這邊就會有七個名稱 剛剛沒有 那第二個方法 我比較推薦 就是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有沒有 這邊有七個名稱 二四六 八個名稱 怎麼有八個 他好像預設就有一個了嗎 Amount 這個是低欄 當你要check的話 你可以直接游標放在那個名稱上 然後點擊參照到的範圍 這個是 PodaID是低欄 Rance的話 這個 所以他預設好像本來就有Rance 這個是他本來就有了 所以 他 已經有Rance Rance好像就是一個是區域吧 一個是匯率 OK 然後Ratial的話是哪一個 Ratial是B欄 有沒有 所以 他將來 所謂的頂端利 意思就是說 他的名稱 上面的名稱 會建立變成名稱 他的範圍 有沒有 下面這個範圍 就是參照到的範圍 那會同時幫你建立幾個 幫你建立 你選的欄數 比如說我這邊選七欄 它就產生七個名稱 這樣滿快的 OK 那至於要怎麼使用它 待會我們後面其實題目有它的作用 OK 那就先完成到這邊 先定義好名稱 頂端列部分 OK 試一下 另外檢查的話 你們可能在名稱管理員 Check一下 或者是說在那個名稱方塊這邊也可以 二四六八個 這邊也可以看到有七個 那至於哪一個呢 其實點擊哪一個的時候 他也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的那個範圍指的是哪一個 這邊也可以 那名稱管理員也可以 有沒有 這樣就滿清楚的 那將來如果你要存取這個範圍 就按F3 試一下 好 好